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反对中国在东都角斯坦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示威活动 在德国纽伦堡,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和土耳其民间社会组织联合举行了示威游行 抗议中国侵犯维吾尔人的人权 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团体聚在一起,抗议中国对东都角斯坦的压迫,并为维吾尔穆斯林祈祷 除伊斯坦布尔外,土耳其各省市还举行了繁华游行 在上了乌尔法和西瓦斯省的示威活动中,示威者推导了用纸袋制成的中国长城 大社国际说,世界需要更多像厄齐尔这样的人 厄齐尔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的虐待 称他们为抵抗迫害的战士 国际特赦组织驻香港的维廉尼尔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 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权危机之一 让体育明星谈论这一点,他可以将信息带给新的受众 这个事件从厄齐尔13日在推特上谴责中国政府 迫害东都爵斯坦维吾尔族穆斯林后延烧至今 德国足球明星运动员厄齐尔在社交网络上 猛烈谴责了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 所采取的系统性的镇压和大规模拘押的政策 厄齐尔在推特上愤怒地表示 古兰金被烧毁了,秦真寺被摧毁了 伊斯兰学校被禁止了 宗教知识分子一个接一个地被杀害了 兄弟们被迫关进营地 一直被守争议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 引发印度大规模示威 近十天来多地爆发骚乱 且严峻局势已从东北地区蔓延至新德利吉梦麦 截至12月20日 骚乱导致17人死亡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自上周五以来 已有600多人被预防行动拘留 自示威活动开始以来 已有4000多人被拘留 印度政府此前推出公民身份修正法案 提议印度授予2014年12月31日前 因宗教迫害来到印度的巴基斯坦 蒙加拉国和阿富汗非法移民国民身份 但规定只有印度教 希克教 佛教 七纳教 拜活教 和天主教徒 才有资格获得合法身份 将穆斯林排除在外 伊朗总统哈桑路哈尼要求释放从伊朗出口到日本的石油中获得的伊朗资金 由于美国对伊朗中央银行实施制裁而被困在日本银行中 总统路哈尼结束访问行程离开日本 同行的伊朗政府高层官员表示 就算目前面对美国制裁 但伊朗人希望强化伊朗日本关系的接触 希望日本政府和其他日本人做出努力 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 在法国的黄背心示威活动的第58周 示威者再次走上街头 抗议总统伊曼·尼尔马克龙政府政策 自12月5日以来 针对马克龙政府的养老金改革的罢工一直在继续 而穿着黄色背心的示威者从巴士迪广场前往巴黎的克利西地区 尽管继续行动 但里昂的抗议者在市中心举行了示威活动 黄色背心的示威活动 是与燃料价格上涨和恶劣的经济状况 随后演变成针对马克龙政府的示威活动